欢迎收看股市热炒店 投资不断线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Coco 我们欢迎张宜辰分析师 Esan老师好 Coco好,大家好 老师今天真的是要请你帮大家解惑了 因为FED绿绿决策会议的结果之后 竟然会有第二波的行情报道 所以大家都想要知道 要怎么样把握 这大概有一个多月的空窗期了 对,所以我又来了 所以来帮大家来整理 所以目前来讲 联准会要珍惜这个会议过后 其实8月就不会有会议 要等到9月过后 所以这个空窗期长达一个多月 其实就台股的契机 是的,就是台股的契机 听到了没有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主题要带给大家的是什么 FED升息后第二波行情到来了 那电子路途其实都是分歧 有些股票好,有些股票弱 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挑到很强的股票呢 老师今天直接大解密了 8月操作新法公开 那先来看一下 这个FED升息 如果要公布之后 大概市场是预期升息3码的几率比较大 对,目前来讲的话 升息3码的几率高达75% 那在台湾时间7月28号凌晨2点就会公布 这个升息的结果 那目前来讲3码 基本上是符合市场预期 所以升息3码如果这个消息一出来的话 其实市场就不会有太大的反应 还有可能利空出境 然后利空顿化 先行的来做什么 这个股市来做反弹 那如果是升息4码的话 那当然股市会拉回 不过目前的几率已经降到25%了 所以在这个7月初的时候一度 一度来讲这个升息4码几率是比较高的 不过这个官员出来淡化 升息4码这个几率过后 其实升息4码 目前来讲的话只有25% 是不到50% 所以目前来讲升息3码 还是主要市场比较可能会出现的状况 是,老师这边有一个好奇 就是为什么原本在月初的时候 哇就很笃定说我要升息4码 结果呢在CPI数据创高之后 结果改口为3码 为什么会态度差这么多 对因为在7月的时候 股市还往下来重挫 所以当时股市比较利空 然后呢相关的通膨 大家还是会比较担忧 所以当时升息4码是一度往上窜 超过3码的几率 不过在这个联准会出来 对相关的官员 出来淡化升息4码的预期 说升息3码已经很多了 对因为过去20年来 从来没有一次升息过4码 升息3码的话已经是最多的 所以升息4码 相当来讲的话 其实是没有这个必要的 所以目前来讲升息3码 后来几率就串起来了 哦原来如此 那接下来呢 如果真的是如预期升息3码 那台股的后市到底会如何呢 真的可以反攻号角想起来吗 对那用这个表格来看的话就很清楚了 7月27号联准会要升息 也就是什么今天晚上 对 再来下一次8月就没有了 等到要9月21号 美国一样第二次要来 下一次来做升息的话 就要讨论到9月21号了 那在7月27到9月21 对长达9周的时间 就超过一个多月 对一个多月 所以目前来讲的话 这一个多月的期间啊 有没有一些利多发酵的事件 比如说什么 8月10号的美国7月CPI公布 通膨率预计大家会什么 这个触顶下滑 因为白宫在上个月通膨创新高的时候 也出来说这个最糟情况已经过去了 所以不管是美国也好 或者这个经济学家预期也好 7月通膨率有机会是触顶下滑的 那触顶下滑对股市来讲就会是好的 所以这个什么 这个是利多的这个事件之一 再来就是台股内部的本身因素啊 就什么 7月营收公布 刚好也在8月10号 所以有一些7月营收好的 像我们刚刚这个前面一集提过的 对或者我们待会要讲的 优势的族群 强势的族群 它只要营收一出来 也会利多发酵 也会抓住机会 往上来做第二波的反攻 我认为这个什么 7月营收也相当重要 再来就是8月14号 季报半年报都要公布完毕 那这个也是一个基本面 发酵的一个什么 一个主要的机会 所以过去来讲 股市最悲观的情况已经过去了 也就是说利多出来也不涨 对 利空然后出来也放大结股 这个时期已经过去了 加上国安基金进展护盘 所以目前来讲的话 利多会开始发酵 8月会有三个主要的 利多事件发酵的时机 我认为就是空窗期之间 长达九周的时间 台股以及欧美股市 有机会往上来做第二波反弹的 反攻号角 是 老师那这样听起来呢 在利率决策会议结果公布之后 那这个会后谈话呢 偏割的几率是不是非常的大 对 所以7月27号会升息三码 那下一次目前来讲的话 其实是升息两码的几率 目前是比较高 但是两码跟三码 这个什么 这个金域都可能随时变动 9月也还远 所以目前来讲的话 今天晚上先看到 这个央行升息会议结束的论调 如果是偏割派的 那什么股市就有机会就从升息完 有机会什么 从明天开始涨 哦 从明天开始涨 好期待 最快最快 最快 明天开始涨 是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老师帮大家准备了什么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法说会变法会 电子股未来的之路 真的是大不同 对啊 因为其实从这个礼拜的法说会 就可以看到说 比如说这个先行 这个开法说会 这个盛群 6202盛群 其实就有点这个变法会的感觉 因为这个副总经理器就出来讲了 目前的库存水位是创下他们历史新高 谢谢 因为他说了公司合计下游的通路上 这个什么 这个库存量竟然高达9个月之多 是正常均值的一倍 超出一倍 也就是说平常可能加起来大概四个月五个月 很正常的水准 但是目前加起来已经是九个月 比平常还要多出一倍 那这个利空一出来也就是什么 这个拖累相关的MCU概念股 比如说这个新唐 灵通等等的个股 其实就被拖累下来了 那在这个 对 这一块 对 这个最接近还有谁 成熟自成 对 对 成熟自成 所以成熟自成在近期 在上个礼拜的时候也传出了 大陆 陆厂 成熟自成 要出现消价竞争的情况 是 所以过去来讲 这个成熟自成在明年2023年 可能会出现产能过剩 这样的预期出现之后 再加上库存真的过高 那什么 这个什么 消价竞争啊 可能这个手段 或者说这个必经之路啊 可能就无法避免 那当消价竞争这个出现过后啊 这个相关的库存这个损失嘛 或者说未来营收损失 其实就会拖累未来基本面 所以股价就会先跌给你看 所以联电啊 其实我们看到说过去三天 股价曾经就连续三天收黑 幅度就下滑超过9%之多 对于联电这种 这种这个市值这么大的股票 也发生在什么 这个成熟自成 在这个库存高风暴之中 是的 那我们昨天节目上面 就有提醒大家 电子股呢 现在面临的其实就是长边效应了 那其实呢 大家都要开始努力的做 去库存的这个目标 但是呢 今天还有一档个股呢 他昨天开完了法说会 也是变法会就是稳貌了 对 所以PEA这个功率放大气 或者说深化加这个龙头厂 稳貌其实也是 这个目前来讲的话 这个第三季是忘记不忘 那这个对于电子厂来讲的话 是很大的打击 再加上他是站出来说 他要下修今年资本支出的 对不对 目前来讲的话 连电大家也会怀疑说 他未来资本支出会不会往下修 所以目前来讲的话 在我们录影时间 其实连电也在召开这个法说会 是的 所以连电啊 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法说会后的一些新闻 是不是有下修相关的资本 对这个资本支出 也可能会带动他未来 对不对 这个股价的涨跌 那对于这个生化家来讲的话 文贸其实他下修今年资本支出 从120亿美金 下修到80亿美金 一减就超过这个三成 三成的幅度 所以对于目前来讲的话 其实很多的这个电子股 走路 这个未来的这个资路 其实会出现分歧的情况 是的 那电子股呢 就要好好的来选一下个股了 那一些个股呢 是未来比较有涨势呢 老师帮大家直接分类出来了 对 其实就很清楚了 目前来讲的话 刚刚讲的高库存风暴 那有没有一些在什么风暴中心 刚刚强调的消费性电子 什么低阶手机成熟制程 PA功率放大器 还有什么 大家比较熟悉的什么面板 对这个面板珊瑚 已经变三猫 三喵 对三喵很久很久了 对将近快这个半年来拉回了 还有面板相关的驱动IC 其实走势也非常弱 还有LED 对LED一直都起不来 所以风暴中心 再加上今年的这个消费 开始萎靡之后 其实就会拖累这些族群 但是同时也有目前展望 还是相当良好的 对展望良好还有什么 这个台积电也认证的 高速运算 HPC这一块嘛 网络通讯 电动车 低轨卫星 元宇宙 生计新药 有没有发现 越还没有实现的 越有梦可以做的 展望都还不错 是的老师 电动车嘛 低轩卫星 元宇宙 还有什么生计新药 这些未来才要发生的事情 其实都还是能够吸引资金 来做追捧 而且老师这些展望良好的 这些族群 他们好像没有库存的压力 对不对 对目前没有 因为都还在这个 这个远发 没有错没有错 都还在成长的阶段 但是这些展望良好的 我认为未来 是要持续来做观察 因为现在随时一个产业 其实变化都相当大 对变化都相当大 所以未来大家也要去关注说 这些产业 它的本质有没有做更动 万一有做更动 也是可以先做 这个先观望的这个态度 是的 那我们虽然呢 帮大家抓出展望良好的 这些族群 但是呢未来会不会有变卦 或者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节目呢 都会持续的帮大家掌握 所以节目是不是一定要看 非常的重要 不然呢一不小心 你这个资讯就漏掉了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老师就教大家要挑最强的买 所以八月第二波的回升 你必须要布局有哪一些族群呢 对八月来布局这个第二波嘛 因为刚刚讲的八月 再来这个空窗期 就长达一个多月 所以第二波最有可能 就从八月开始来做回升 那对于指数来讲的话 就是当然就先冲破万五嘛 所以万五之上 这个压力线如果过的话 有一些强的股票可能会续强 那主要什么 必须布局未来 对 布局未来 那这边帮大家挑四个族群 四档股票的话 分别是什么 这个网通概念股 还有什么MOSFIT 这个电动车相关 车用零组件 还有生技制药 核心控 副顶 狐联 药华药 我们来看它的这个月营收的变化 其实表现都是年真的 都是什么年真的状态 题材也各有题材 对于网路通讯来讲的话 5G物联网相关都还在做发展 然后什么低轨卫星也是 再来负点的话 MH电动车 这个鸿海大联盟 在10月就要展开电动车的预购了 所以在这个10月之前 可能随时都会发动 对 我们抓不准这个时间点 但是10月之前 你不知道它是8月要发动 还是9月要发动 那我认为在目前相对 这个股价 或者说台股还在相对谷底的时候 就可以来领先做把握这些 鸿家军的这个电动车概念股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其实最近鸿海的股价 其实并不弱 其实是慢慢的走高的 所以这些也在巧巧的暗示说 MH电动车相关电动车的股票 其实是表现会 对 表现会是不错的 因为电动车也是未来的主流 那再来车用零组件 刚刚有提过说 未来在什么 这个车用零组件的市场 不管是车灯 还是什么 这个塑胶模件等等也好 这个售后服务的市场 其实是相当成长性 相当够的 那主要 这些大厂也出来讲说 主要是收费到 现在不再缺贵了 这个供应链舒畅了 就让他们车用零组件的这个出货 更顺畅 所以展望来讲的话 你看到湖联的 这个月营收变化 目前最新的六月营收 其实表现来讲话是月增年增 幅度都表现相当好 股价也来到相当的 对 我们待会会提到的 这个相对的波段新高 是 再来生技制药 然后目前来讲话 7月28号到这个月底 其实就生技月 但主要的话还是要看未来 未来新药的部分 也是带动我们之前就有帮大家分享过的 6446药 对当时400多块 对现在已经500多块了 又再涨100块了 是 好那这些我们来 对就来什么 一一来看一下这个K线的部分 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档是核琴扣 好核琴扣 我们看到说它股价其实相当明显 从7月一样表现是打败于大盘了 一路往上一路往上一路往上 下面外资有没有在买 也有在买 对 延续买超 所以从这个6月 其实就买到现在 买到7月了 对于光纤来讲 或对于什么基地台来讲 核琴扣都有涉略 因为核琴扣算是一个控股公司 所以它做的业务相当庞大 从刚刚讲的光纤到基地台 到这个什么网路通讯设备 它都有做 目前来讲的话 表现就跟着这个营收 在往上走 所以今天来到波段新高 我认为3704核琴扣的话 有做拉回到什么 这个什么 这个5日线附近的话 到10日线附近的话 我认为可以来做留意 所以要观察短均线了 好那来看一下下一档是负顶 对负顶的话 8261负顶 那对于负顶来讲的话 我们有发现一个 比较有趣的现象 就是大户十股人数 大户十股400张以上的 这个人数的比例 其实你会发现 6月跟着大盘往下滑 股价往下滑的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大户人数 反而在6月底7月初的时候 是往上增加的 所以代表说 在这个相对底部的时候 大户十股比例是往上升的 所以就是说 这个相对底部 其实是有人在守的 那对于未来 这个10月份之前 MIH联盟的这个 这个洪家军 会不会领先来做发酵 我认为 可以逢低来布局 然后呢 这个偏多期待 所以目前来讲 这个月线之上 我认为是可以来做留意 所以月线附近的话 可以拉回找买点 是老师那我想要问一下 因为10月份 MIH联盟 它的电动车就要发布了 那我们是布局在这之前 那会不会当天 一发布之后 哇就立多出镜了呢 其实到10月 还有一堂段的时间嘛 对 所以我认为 可以等到那个时候 再来做判断 因为目前来讲 电动车这个市场 目前还是很难以琢磨 因为你不知道 台湾的这个消费者习性啊 除了特斯拉之外 能不能去接受 其他电动车啦 所以目前来讲话 我认为就是先收好底部 相对底部 先不要破的话 往上都是想象空间 好的那来看一下呢 下一档就是狐连了 好狐连6279狐连 其实它就是做这个 这个塑胶模件 还有什么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车用端子相关的 这个龙头厂商 6279狐连 好那法人有没有在买 过去这个外资跟投信啊 其实都有出报告 来来把这个狐连的目标价 往上做提升 主要都还是来自于 它的这个营收的成长动能啦 所以6279狐连 还有我们过去有提过这个提威西啊 东洋也好 表现来讲的话 都是逐步走高的 那狐连在今天啊 也大涨超过6% 所以台股这两天其实是 对 这个一天拉回一天上涨 两天加起来其实还是下跌的 台股在震荡之中啊 有一些股票先冒出头的 我认为都是有机会8月 来做反攻的 因为现在才7月底 还在一些震荡的过程当中 有一些股票如果来到波段新高的话 代表法人是看好 8月9月甚至10月后续的这些展望 嗯 好那来看一下呢 生计股咯 对 生计股646 所以我们之前有帮大家分享的时候 在什么 在这个6月初的时候 是 当时的话股价是在这个 450 460附近 是 有没有发现 经过一个月的时间 它又涨100块了 所以6446药滑药 主要就是受惠 然后它什么 这个癌症抗药 癌症用药在这个欧美市场 在继续的这个 在怎么 在扩展当中 所以法人也有在买的 目前来讲的话 股价一步一去 就跟着慢慢往上慢慢往上 我认为这种生机概念股的话 主要都还是拉回找买点 不需要追高 所以你会发现说 这个药滑药股价在6月份 涨一波过后 也是有一些黑K跟拉回 来做布局的 我认为那个时候 再去进场就好了 那现在来讲的话 连日走高 再加上要啊要 有宣布说要它做这个 现金增资 我认为 还是会有拉回 找买点的机会 所以目前来讲的话 不用追高 但是我们过去有 帮大家来做分享 这些股票都可以来做留意 是 我们之前节目呢 持续帮大家追踪 从200元呢 追踪到一路涨到400元 然后再涨到500元 五字头啦 那现在也已经来到了 五字头以上了 那老师大家就会想说 我好像错过了200元的时候 错过了400元的时候 现在又来到五字头了 我现在该怎么办 对啊这个新药股 就是股价一直往上走啦 所以我认为就是 先按照操作 对操作几率还是要 不要去追高 因为你不知道 是个生计股 拉回的时候 像要啊要 它是不可以当冲的 所以它不可以当日冲销的 这种股票 其实相对来讲 操作难度就会比较大 因为万一 你这个买点 没有控制好的话 你当日是不能冲销 你要等到隔一天 所以药华药来讲的话 一样就是记住 就拉回找买点就好了 是的 药华药呢 拉回找买点 在这边提醒大家咯 那老师今天呢 帮大家 抓住了这么多的族群 还有个股 那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 那最后呢 老师有个贴心小叮咛 要提醒大家 对因为现在刚好是这个七月底嘛 台股八月操作要迎接第二波 有一些操作 或者是有一些什么 这个这个警示啊 来帮大家 来做提点啊 主要什么 第一个你要先太弱留强 手上有太多股票的 或者 有我们刚刚讲到的 这些比较弱势的族群 产业进度下滑的情况 对这个高库存风暴中心的 你必须要什么 这个趋吉必修 太弱留强 那再来八月要 选哪这些 选择哪一些股票的话 就是布局未来 等待利多发酵 所以刚好有帮大家来做整理 那最后一个 就是对于操作来讲的话 你必须要勇敢的抓住机会 才可以做逆转胜 因为上半年 对大跌拉回4000多点了 所以下半年 要来做逆转胜的话 一样要抓住机会 前面第一波已经涨千点了 再来这一波 等到休息过后 有这个空窗期 可以再做反攻的时候 就要来抓住机会 然后做好风险控管 停损停利 这个是必备 是的 那八月呢 就是大家的财库准备 要发发发的时候了 所以老师帮大家呢 准备了这三个重点 请大家一定要好好的观察 如果说你的股票真的很弱了 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话呢 都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一定要懂得趋吉必凶 那希望呢 这则节目对大家的投资 都会有帮助 也要记得每周一到周五的 晚上六点半准时 在YouTube上面首播 欢迎大家一起来收看 也要记得按赞 订阅 留言 加分享 开启小铃铛 荧幕上呢 也有老师的like at 大家有什么不懂的问题 都可以问一下老师 如果是对于手中的个股不了解 或者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都想要直接私讯老师的话 则是没问题的 老师呢 都会很有耐心 来替大家解决 你们心当中的疑惑 那我们谢谢老师咯 谢谢 谢谢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